所以美国人可以说用心极为恶毒 那么这个是因为我认为就是说 美国的这个基本上 它的基本国家战略造成的 也就是说他不能够容忍 在欧亚大陆上有一个 受大家欢迎 然后为大家牟利 可以带来一个共荣共存的 一个大的一个力量的崛起 这个力量就是今天的中国大陆 那么所以在中国大陆 他觉得还有时间 他还有这个能力的时候 他绝对毫不留情的对大陆出手 打压到中国大陆兴起 那么不洗手不择手段 即使用这种抹黑造谣 是不是无中生事 然后呢不合法不合理 不道德的手段来制造中国的问题 给中国制造问题 我想很多我们这个大陆的朋友 可能会觉得 为什么我也没惹到美国 美国用了这么多的罪名来找我麻烦 那么最近又搞了一个新疆的人权问题 又来针对新疆的棉花大作文章 又要这个讨论抵制明年的北京冬奥 那么这个里面最近 那么对于台湾的民进党 有台独倾向民进党的这个政府呢 又给予很多很多明的暗的的支持 让两岸关系越来越怎么样 这个也不是两岸关系 就台海呢越来越来 从一个和平之海变成一个什么 一个充满了危机 濒临于战争的一个海峡 这个原因我觉得归根究底 就是美国这个国家的大战略 因为他看到大陆的崛起 大陆的崛起 当然大陆是我觉得我们的中华文化 从来都是有朋之远方来不亦乐乎 那么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这种王道的思想在中国文化里面根深蒂固 所以中国大陆的崛起 事实上你真的看起来周边国家受惠的居多 你没有看到像西方国家 他掌有了工业革命以后的现代化武器 四处侵略 掠夺 实行殖民主义 甚至还怎么样到处贩奴 像美国的历史不是斑斑可考吗 那中国的文化不是如此 那为什么美国还要今天一直来大陆的 大陆这个麻烦 其实就是他背后 从英国人发展出来的这套战略思想 那么我一讲新疆的这个 人权问题 你不觉得很荒谬吗 这种谎言都扯得出来 因为 美国为首怎么讲 我跟各位讲 就是说 他说新疆有100万以上的人民 被拘禁在劳工营里面 100万人 维吴吾尔人 你知道维吾尔人整个 整个总人数才1200多万人 那么有超过100万人的 说基本上是放在集中营里面 新疆人不会起来反抗吗 这么大规模的这种残害人权的话 直追当时的这种 纳粹的作风 这种事情会没有痕迹 会没有风声吗 维吾尔人民会不会起来反抗吗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嘛 那么而且最重要的 我觉得美国现在的人造卫星 从天上照下来 可以把地面上的一个汽车的 牌照的号码都照得清清楚楚 然后他拿不出证据 他就可以学口喷人的说 有100万人维吾尔人 现在被大陆关在集中营里面 这个是荒谬无比的 另外还有一个他说新疆的棉花 每年收成的时候 要动员超过50万个强迫的劳工 去收棉花 所以新疆的棉花是雪棉花 这又是非常可笑的 那么如果有50万人 是被强迫去劳动的话 那真的新疆变成人间地月 哭天喊地 我因为新疆事情 我常常到YouTube上去很多这些 不管是大陆的 还有台湾的朋友 或世界各地人到新疆旅游 拍的影片 看起来一点迹象都没有 如果一个地方一个国家 50万不是少数 50万不是少数 会不会可以强迫50万个强迫劳动 那真的要这个 真的如这个 我觉得就如人间炼狱了 新疆是人间炼狱吗 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可是美国 挟他的什么 挟他的国际话语权 挟他的掌握整个全世界 这个传播新闻报道的这个 霸权 他就可以这样子来散布这些谎言 然后呢 抵制新疆的棉花 当然这里面最大最大的问题 美国好像说 我关切新疆的维吾尔的人权 其实这完全不是 美国就是要战略上 基本上要击垮中国大陆 因为大陆今天的这个发展 让美国感到深深的威胁 因为他的哲学思想就这样子啊 我们常常认为说 你今天起来了 我替你高兴 我乐观其成 美国的文化 Angelo Sacrum 没有乐观其成 这四个字 你今天你成功了 就代表是我的威胁 我才没有乐观其成 我在你还没有完全成功之前 把你击垮 是天经地义的事 美国就是执行这样子的哲学 所以新疆真的是啊 毫无这种大规模人权侵害 任何人权侵害 基本上就怎么样 美国可以杜撰出这么大一个谎言 瞒天大谎 在全世界铺天盖地的宣传 就来打击你新疆 那新疆打击新疆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他希望你新疆产生动乱啊 对新疆动乱以后 那么大陆的发展会不会受到影响 他动乱什么 他希望你这个少数民族啊 还有宗教之间的动乱 都是可以因为他这一次的干涉 能够造成这个动乱 那么新疆产生动乱 你知道这个一带一路 然后中国大陆基本上跟中亚 跟欧洲的各个 这个所谓的欧亚班列 那就会中断了 那么一带一路最主要的这些 整个路径的途径啊 会因为新疆的动乱啊 整个一带一路就被毁掉 所以美国人可以说用心极为恶毒 那么这个是因为我认为就是说 美国的这个基本上他的 基本国家战略造成的 也就是说他不能够容忍 在欧亚大陆上有一个啊 受大家欢迎 然后为大家牟利 可以带来一个共荣共存的一个 大的一个力量的崛起 这个力量就是今天的中国大陆 那么所以在中国大陆 他觉得还有时间 他还有这个能力的时候 他绝对毫不留情的 对大陆出手 打压到中国大陆兴起 那么不洗手不择手段 即使用这种抹黑造谣 是不是无中生事 然后呢不合法不合理 不道德的手段来制造中国的问题 给中国制造问题 希望中国能够从一个安定的环境 走上一个动断的环境 这样子他可以不假自己的只手 让怎么样 把中国分裂掉 让中国人回到像这个啊 满清末年 像回到这个民国初见 对不对 一直到这个 一直到非常的近代 不断的给中国挖坑跳 制造问题 让你这个中国大陆 永远没办法爬起来 永远没有办法改善生活 永远在智商残杀的 这个状况之中 真的是 你听了我说 会不会流出一身冷汗 其实就是这么的恶毒 就是这么的现实 就是这么的次累累 那么这边讲到我们台湾了 最近美国派了一个 他驻帛琉的大使 跑到台湾来 这个是我们从外交讲上来 是怪蛋不惊啊 完全搞不清楚 怎么会有这种情况 美国驻帛琉大使 随着帛琉大使 跑到台湾来访问 今天还要上舞台 继续表演一出大秀 为什么 其实 美国在玩台湾牌 基本上说穿了就是 因为过去一段时间 你会发觉啊 美国开始敌视大陆的发展 摆明以后 川普好像明着摆的说 我是发动贸易战 发动科技战 把孟晚舟也抓起来 不分青红照摆 完全不讲理 抓起来 这些都是他明着摆的牌 实际上各位有没有发觉 香港的动乱 怎么会在这个时机 也爆起来呢 对不对 新疆爆起来 那么我们好好想想看一下 民进党政府上台以后 从拜登开始 我们两岸关系 是不是越来越紧张 越来越紧张啊 那么这一些幕后 都是美国在操纵 那么新疆 我觉得它能够产生 美国能够产生的作用 已经大概到极限了 因为为什么 新疆身处中国的内陆 美国只能用这种造谣抹黑 在国际上 生事的方法 然后去影响新疆的经济 就是抵制你的棉花的方式 去达成目的 对 可是呢 它手伸不进去啊 为什么伸不进去 你要怎么样 你要新疆今天 产生一股力量来跟 这个大陆的政府对抗 你要送进去武器啊 你要怎么样 你要把你的这个CIA人 降落到那边 帮人训练武 训练军队啊 做得到吗 做不到 新疆有它的什么 局限性 那香港我们更不要说了 美国人当初打的 相盘是 算盘是什么 香港是这个国际都市啊 这样可以严重打击 中国大陆的国际形象啊 对所以在香港生这么多事 那么香港的重要性 香港是中国大陆很重要的一个金融中心啊 很多跟大陆的投资也好 还有这种资本市场的建立跟互动啊 那么都大陆还是相当依靠香港 所以把香港搞乱了 可以怎么样 可以伤到大陆啊 在经济上面 那么新疆呢 我讲了刚刚就是欧亚大陆中间最重要一块桥梁 也是中国大陆跟欧跟中亚乃至到了欧洲 东欧进入西欧很重要的桥梁 把你新疆搞乱以后呢 造成什么 造成你的一带一路 你这个大的这个红某远途啊 让你啊 让你受到受到受到严重的打击 这都是他处理 可是他基本上今天大陆不是过去的 满清末年也好 明初这个军阀割据的中国啊 大陆现在内部相当的稳定跟团结啊 大部分老百姓没有起来造反的欲望 因为生活每天在改善啊 大家看到一个比较光明的 可以看到比较光明的未来啊 所以美国删不起来 那唯一现在剩下一张牌就是台湾了 过去川普四年不断的在怎么样 就在鼓励蔡英文的政府 继续跟大陆采取更强硬的对抗措施 比如说什么九二共识不同意 对不对 然后呢说这个不行 然后呢在我们台湾内部一直怎么样 公然的推动仇宗的教育 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 各种的教育 怎么样 把台湾对中国大陆的 所以一点点好感 社会好感 他都要把它连根铲除 然后呢跟大陆 完全是硬碰硬 是谁给他台 蔡英文这些 这些这些这些 这些后面资源就是美国啊 所以今天你说帛琉的这个 驻美国的 美国驻帛琉大使 莫名其妙跑了台湾 我觉得就是 玩台湾牌的 一整段策略的中间一个 一整段策略的中间一个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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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